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都是工作吗 对 但之前来都是一两天 然后工作完就完了 非常好 之前来是觉得 没有机会感受厦门的这种 特别漂亮的地方 这个桌子感觉都怎么都这么好看呢 他有点像那个麦加剧仇的感觉 他这边全是木质的叫顽木工坊 对 因为我现在在演的角色 就是在做这种雕塑啊 然后这种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所以我看到这个立马把这里的照片发给我们的剧组 你现在像我们拍的叫列罪图鉴是吗 对对对 是个悬疑罪案推理的时候 对 但是它跟以往不一样 画像师的视角去托 它是用画的过程 那天是出去工作或者旅行 你会喜欢怎么记录生活 是用文字呢还是照片或者Vlog 用眼睛和脑子 那脑容量挺大的 但是粉丝是要求你 对 粉丝就是经常要求我 你看看人家天天一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了 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生活中都是在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在摸索学习当中嘛 有一年我们 当时我们组合我们 我们自己带了DV 然后去了洛杉矶 我们自己拍 一边拍旅程 一边把它剪成了一个MV 所以这时候想想好像就是Vlog 所以也是揭露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从LV 我们从LA 我们开车去 Las Vegas 对 然后 那我还确实对你的想念 想美高过一口的甜甜圈 我会有 吃吗 我还不吃 吃了会胖这个 哈哈哈 你们吃吗 我再给我们剧组看几个 踩几个 都让他们来的拍 可以 我真没想想还有这种地方 嗯 歌里面完全是两个风格 对 真的是 要多出来走走的 是啊 建斯哥你这次参加追光爆哥哥 应该挺多收获了吧 就你觉得你就是上完这个节目 有没有什么感悟啊这些 嗯 我觉得追光爆哥哥不是 可能不只是一个舞台的呈现 那么的 嗯 简单了 他可能追光爆哥哥的意义 在于 每一个人生 每一个人都是追光的 嗯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前段时间 网上有个火的一个 海底浪甩天歌的视频 我给你看一下 啊 这个 在地下停车库里 对 我觉得他也是在追寻自己的光 追寻梦想 呃 去拼搏吧 就是 就像我在 呃追光这个舞台总决赛的时候 我唱唱歌之前我说了一段话 我说其实 追光的不止我们二十一个 对 虽然你也早就已经出道了 然后这节目也结束 但我觉得 我们在人生中其实是在不断练习 嗯 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死亡那一刻 一直都是个练习生 我们在练习这变着变得更好 嗯 说得好说得好 不仅是演员歌手啊 我们可能各行可以像厦门 水产店老板 或那些渔民 都在为自己 自己这些 生活 对 忙碌大拼 人生主要是 只要有梦想啊 或者只要有 有 有希望 就即便我们再渺小 但是其实还是 还是值得 穿过人潮 雄雄灯火阑珊 没有想过回头 一段又一段 走不完的旅程 什么时候能走完 哦 我的 梦代表什么 又是什么 让我们不安 那就是 那就是 That's just life 小的现实的无奈 不能后退的时候 不再旁航的时候 永远向前 路一直都在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 没有选择的时候 不能选择的时候 永远向前 路一直都在 我们就是来厦门 干嘛的 拍一个短片 上次来厦门是2018年底 这次来的路上我也在想 这两年多里 自己有什么变化 我想我还在做 自己热爱的事 时光面前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练习生 我相信 只要坚持 总会有收获 我现在摘下墨镜就是表情包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眼睛见不得光 我只要有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我摘下眼镜 之后我的眼睛就走开了 拍吧 我给你十九个手 九连拍 我现在摘眼镜就是一拍 二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我的绝盘排应该是史上最丑的绝盘排 我爱和爱你的女孩